看到这个键盘 独特的键盘 这就知道是韩国雷莎了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 红中哥游戏车 我们看到的是正在瑞典 严雪平举办的 J86世界杯预选赛 门票政治战 法国的乐丰 对着韩国雷莎 雷莎换上了艾德了 艾德这个角色 也是比较吃这个基本功的 吃想象力的一个角色 打发非常多端 法国乐丰用的是豪鬼 阿波玛来对着艾德 5月22号上线的新的角色 豪鬼 招牌的顺意杀 本作顺意杀已经是 可破了 只有他动画发生的那瞬间 是无敌的 我去真的远啊 艾德更新之后 真的是得到一个加强了 豪鬼浑身无疑 我去有骗拆了 雷莎现在先拿下第一灯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前面说了 用能用好的艾德的 真的是非常需要玩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象力啊 同样越好豪鬼的也是需要非常强的基本功的 豪鬼现在被地方来了一个翻弃 超为啥 加油 有没有可能 这场对局 来吧 我觉得啊 雷莎很有机会啊 法国的威乐风也是街霸50来代的老熟人了 恐怖之后 突下惊权 确认一个下动脚 豪鬼还是要依靠自己的白贵席套路 来给地方形成起身的压制 但是他要想放倒艾德 好像是有点难度 起码目前来看 是有难度的 韩国内沙放弃了春莉 选择了艾德对自己的新版本的主力 你敢跳 不好使啊 又来了 又来了 搞得豪鬼现在只有招架之类的 你跳还是不行 你看到没有 法国人现在被打了一件找握着北了 韩国人现在是火力全输 哇 终于跳中拳打盾子了 可惜 脸招出现了失误啊 他在想什么呀 好 又是个金房确凡 好了 稳住啊 哇 又是个阿修罗闪空标准的套路 抓了个呆 再抓 还没完 还没完 下不来了 好鬼 来一个安全跳 但是对方抢头 好 好 打得很贵的,很好。 完了,三七炒杀来了,又来一个三七大招。 那么韩国丽莎 他放了两气 三气是有修正打不死 不妨碍啊 韩国丽莎用自己的新进主力 艾德轻松拿给了法国的封 好了 这两位的圣者 来自于美国的杜凯文对战日本的英泰 喜欢圣龙走路那个男人 英泰果然还是上了这个谁啊 上了这个猴鬼 没有选择肯 放弃了肯 选择了猴鬼 不知道为啥 加油 我们继续来看现在这局 来自美国的杜凯文对着日本的英泰的猴鬼 拉希德啊 拉希德这只超强的进攻 果然啊 对猴鬼情绪不显了危险 但是英泰这里的防守还算比较扎实了 成功的防守之处的地方下断偷袭 再次下断偷袭再次比英泰先堵了 直接OD升龙 中段对方进中 好 来看看这局吧 猴鬼下断 哈哈 拉希德还在骗柴头 这个骗柴成功了 又给他把猴鬼关到板边 龙圈封开气量气 这一颗猴鬼怎么办 猴鬼周期 哎 完了 英泰 果然是没事 就起万圣龙啊 英式圣龙 好了 现在是2024年6月14日啊 北京时间晚上9点55分了 正在给大家带来是街霸6 正在瑞典也许评 举办的街霸6世界预选赛 所谓的门票战 哇 阿修特场空操路 骗到了 拉希德 独凯文 对战英海的猴鬼 如果 哇 这个蹦放被反了 独凯文 用自己的拉希德 来教育 英泰的猴鬼 英泰手上有三气在手啊 但是他没有机会 使出自己的必杀技 哎 又骗拆 这一套带走了 猴鬼被活活泰死在角落 OK 我们继续回来 哇 居然猜到了 猴鬼要第一时间起跳 英泰 好 用狱虫 确凡对方的波动 受招 这个投机被猴鬼成功 好的 英诗好圣龙啊 这次猴鬼的 空牙 不好使 拉希德现在 把我场上的压进攻的节奏了 压起身 再调 中断压制 防守不错 英泰 堵圣龙 又是英诗生龙 这次生龙不中 后果严重啊 杜开文 已经完美的预测到地方的心思了 杰霸专门玩的告诉我肥孩分心拳皇啊 小孩他现在 今年也没分心拳皇啊 现在小孩经历都在杰霸六上面啊 如果你经常关注小孩都知道啊 今年他也就分心了那那半个月时间去玩圈皇 接下来时间都是在打几把 都在哭脸几把 好吧 压一个起身德 那现在 猴鬼的 头又要疼了 没了 英泰被美国杜开文打的已经不要不要了 其实英泰的水平确实是不能支持他走到更远的啊